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壇 Mastermind 來到株連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們一定要隆重歧視 所以我們就找來衝兩級嘉賓 自稱還是人稱中環朝位的 Eugy 跟我們做訪問 第一 我從來沒有稱過 這些就是個人稱 第二就是隆重歧視 我也害怕他害怕 你歧視一個人已經不太好 你還要很隆重歧視 令我想起當年南非種族隔離 很隆重歧視一個人 不要歧視我 不要歧視你 是嗎 你是不是也要跟我們說說 今天港股的表現 今天港股的表現 一字記之弱 甚麼呢 我都沒有看過 用我和你慢慢講解一下 因為經過疫情 持續擴散的情況下 不怪我流鼻水 有疫情 擴散的情況下 港股之前就受到影響 看到今天高開之後 一度都倒跌過8點 但未竊力挽狂爛 還可以升到40點 所以想問一下 這個聲勢可否延續到暑年呢 是羅大師 近來這些問題呢 其實答你那個 很認真地答你那個 都有點傻傻的 為甚麼呢 猜不到的 現在基本上 大家看著唯一因素 就是武漢肺炎的疫情 是 這個疫情究竟會 過了春運之後 會擴大 還是收勢呢 沒有人知道 是 所以你便看 接下來幾天放假 你便看看 如果疫情 日日都多些 日日都多些 個個地方又有些 個個地方又有些 你就知道 市沒有那麼快跌完 也沒有那麼快升得起 過了幾天 有夠痰 過了幾天發覺 沒有甚麼事了 擴散 新增的人數又不太多了 市場又覺得應該沒有甚麼 市自然就升得起了 是 所以 你回答你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知道現在疫情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就算知道病是怎樣都未知 那你怎麼回答 沒有一次 我們怎樣部署 我們是否應該已經有 部署很簡單 已經有的那些幾天 你也是有的 那是否初五一啟事 立即衝進去 就是這樣說 初五啟事的時候 你看著初一至初四 沒有甚麼新增個案了 那你便繼續拿著 你初五 初一至初四時 一天又多幾百 那裏又多幾百 這裏又死一個 那裏又死兩個 那你不用問 都知道先走了 所以你就看這幾天 你不要現在想定 初五應該怎樣做 初五你要做的事 就是過了初一至初四才算 才再算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疫情時 不是悲情時 疫情時 這個疫情是甚麼呢 是未見過的一種 叫做武漢肺炎的東西 它的人傳人能力有多大呢 哪一類DNA的人是傳不到 哪一類的人是特別傳到 傳播的媒經是怎樣 中了這隻病 就是觸摸牙 中了這病之前有甚麼徵兆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是會發燒 高燒 低燒 只是不發燒 都不知道 是 所以太多的東西不知道 所以既然如此的話 你就實在沒有辦法知道 開市之後會怎樣開發 即下個禮拜開 那麼我們沒有東西問到的了 他們很多都還想問一下 美團應該見到昨天急跌了 穿到100元 如果今天可以升 就是相對地 今天都是跌的 但是跌幅就會小一點 去升到100元樓上 他們就說 是否已經見底了 是否可以罵得美團 你莫哥說美團 有幾類東西 你不要碰著 逢避這些疫情 第一 餐飲業 旅遊業 地產 是 餐飲旅遊 這些都不敢碰 當然如果你抱著信念 就是說 現在疫情就完結了 過了兩天就沒事了 這些當然是買回頭 但是你覺得 都不知道會怎樣 會很擴大 只是不太擴大 不知道怎樣的話 這些都是不好碰的 是 根據沙士 怎樣的看法 就是一些新經濟力 總之你拿著股 它做的行業 是要人越多 行業越旺 那你就要避 你拿著行業 是沒有人的 人與人之間是沒有接觸的 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美團 阿里巴巴 騰訊 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沒有問題又下跌 但是現在是害怕 疫情對經濟有甚麼影響 如果對經濟有影響 就甚麼都會下跌 但是你說疫情很快過 對經濟可能是短期的衝擊 之後就沒事了 這些不用人與人接觸的行業 在03年的沙士是升得最快的 OK 反過來你覺得 疫情會一路擴散下去 變成一個大瘟疫 中國經濟又下跌了 就甚麼都會下跌 就是中國經濟不止失手6 跌到4 去到3 就甚麼都會下跌 你就不用想 這隻買不買得那隻賣不買得 即是怎樣部署 大家對疫情如何提及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但是你說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我的看法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你想想我們最偉大的袁國勇教授 是 他偉大到爆了 所以神禁祖就說不會人傳人 現在正在傳 你說是否好人傳人 我回答你不到 因為第一 我不是病理學家 不是病毒我不懂的 我只是傳染而已 我不會研究他 所以就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你下星期或之後怎麼猜 很多人看到現在坊間 都是用回03年沙士的經驗 那個經驗告訴大家 第一就是不用人與人接觸的行業 是會升得快的 保險是會升得快的 保險會升得快的 那這些你就駁疫情 去到甚麼時候會完結 上次沙士是六個月 今次是六個月 四個月 或是六年我就不知道 不敢回答你了 如果剛才說不用人傳 即不用多人的 即是多人接觸的行業就OK了 即是剛才他們說的 3690也OK 或者說的ATM也OK 但甚麼是OK呢 就是你要假設疫情不會拖累 當然是拖累經濟 拖累經濟 拖累經濟很深 這些都會有影響 沒有錢 有些人沒有錢 沒有工作 因為這個武漢病 搞到我公司收拾了房子 沒有工作 我少花錢 那時候就不是 在外面或外面的問題 還有就是他們想問小米 可以不可以問 我最近都很強 沒有買就不買了 有的就先拿著 現在今天收報13.34 你現在害怕這一類 害怕一件事 即是你中移動也好 小米也好 就是這個疫情 會否令到中國減慢 即是退遲了5G 因為你推5G 你都要出街做個盤牌 上網送甚麼 現在可能會推遲 推遲就有些麻煩 那原本5G 是否其中一個看好的版塊 我一向都看好的 那如果下年 即是相對未來的情況 受控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可以 可以的 那你贏182、382那些可以 232、382那些可以的 但都真是 提供貸 就是一定要有個前設 就是你怎樣看疫情 你看疫情沒有那麼擴散 都是去到6月 好像沙士那樣 6月就沒事了 那你就找位 如果你說 其實你沒得猜 為甚麼呢 個個都是對應沙士 沙士那時是6個月的 去到5月的 11月到5月 這次是否呢 那為何說不知道呢 其實當日 即是2年前的朱溫 就說幾個月 原來是2年 是吧 17幾幾年那時 歐洲黑死病 5年的 死2千多萬人 那你用到甚麼去參考 因為本身來說 這個武漢肺炎 究竟病理是甚麼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對 每個人都在猜猜猜 有些人又說 之前沒有病徵 那死吧 沒有病徵的 每個人都有機會是 我那些有病徵的 應該不會是 我先驚一驚 如果是的話 可能一些相對的醫藥股 我們可否有去 甚麼是相對的醫藥股呢 即是醫藥股 大家就會覺得 可能在疫情之下 藥廠會去研究 我們又參考2003年的經驗 開始去到中段的時候 2002年11月 第一宗沙士 去到2、3月的時候 就知道死了 原來是真正的 然後去到3、4月的時候 那些醫藥股 A股也好 港股也好 A股多於港股 那時候港股不是很多醫藥股 A股就升到爆了 口罩股 抗疫股 防疫股 醫藥股全部都升 然後去到6月 沙士就沒有了 5月21日最後一個感染的 6月就沒有了 然後醫藥股各自跌 那些做感冒 雙風感冒的繼續有了 那些不是那些就跌下來 口罩就跌到爆爆聲 今次會不會又是這樣 都是那天深信了 你覺得幾時會完 但醫藥股一定是第一回合受惠 現在基本上受惠 股價也在升 如果1177和1093呢 他們說如果兩隻的話 一早叫1177的 1177是嗎 是的 1093都可以 兩隻都可以 因為他們今天都稍為偏遠了 因為他們這些都很多做 很多搞抗生素的東西 即是有抗生素的東西 這些大陸人都會覺得 哎呀 當然是吃抗生素 這樣就 砰砰砰砰 中藥股也會有運行 因為去到這些情況 中國人都偏信中醫的療效 好 然後剛才這樣說 內地A股方面 未來的走勢會不會好 不會 當然不會好 都是那個前提 你怎樣看疫情 和疫情如何發展下去 如果疫情繼續發展下去 A股一定受損過香港 大哥 別人封城 又來封散 但他們有撐 有人撐 撐不到的 如果有人撐的話 A股現在八千點九千點 一直撐得到的話 影響大 因為武漢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一個物流中心來的 武漢 香港很多人去過武漢 我經常去武漢 剛下來嗎 不是 以前經常去武漢 但你會不會 你問香港很多人去過 很多次武漢 你問去武漢有些甚麼 沒有一個答到你武漢有些甚麼 知不知道為甚麼 為甚麼 你去了十次大阪東京 人家問你大阪東京有些甚麼 你可以講幾個小時 但很多人去過武漢很多次 你問他武漢有些甚麼 他講極都講不到 為甚麼 為甚麼呢 因為他只是得物流 因為他全部轉車 在那裏 我留在那裏過幾兩個小時 然後我便走了 武漢外面有些甚麼鬼戰 就不知道 所以我去過武漢 但我不是最近很多年前 我去過武漢 有人問我武漢有些甚麼 有甚麼名勝古蹟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一想 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轉車站才知道 對 很多轉車位 就在武漢 因為它是中國的北和南的中間點 如果像剛才所講的 一些消費股 即吉利 或者一些內需股 這些全部都不而占手 是呀 因為你賣車 即是賣車 即是傳統消費零售 你想想當年03年沙士 你又沒有跟我說03年沙士 那人只有幾歲 真的只有幾歲 每個人都問 沙士那時是怎樣的 你不知道嗎 那時 我不知道 那時只有四歲五歲 我真的只有幾歲 那時 差不多16年前 我都是18歲 兩歲 我確實告訴你 我剛才答應觀眾的問題 我先說 那些一定有影響 你想想當年沙士四五月的時候 沒有人敢出街 你看銅鑼灣人都沒有 你跟我說那裏有車賣 沒有人會去 沒有人敢走 所以如果去到這種情況 大家都害怕 人全人都很厲害的時候 莫說是賣車 送車都沒有人去 影響一定有 但都是前提 你怎樣看 你怎樣預測事情的發展 所以剛才有一個問 吉利的話 前景就暫時不要看 我之前都說 你不計算這次疫情 你假設沒事的話 或很快完結的話 中國的汽車周期上升 應該到六月或九月才出現 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即是未見底 再回它 另外還有一個想問中芯 十三個四有貨 是否要沽出 我都建議十六樓上走 十六樓上 你走了嗎 我走了 你走了嗎 你們就要跟著 跟著都要走了 不是 因為 它最近好像浪得很硬 有些擔心 在這麼弱的事 這麼突發的事 你估計浪得這麼硬 從正面去看就真的很厲害 是 從反面去看 就好像你太刻意 還有太趕時間 在這種環境下 你都要浪出這種價錢 出來做事 你是不是想 後面有人想散火 可以擔心這件事 嗯 跟著 那巡例了 我們都要迎接鼠連 所以都要問問你 來近利是股方 我之前幫你錄了 但我們未出街 所以現在選短版 不是 其實現在說和出街 那時候才說一樣 明天都沒事 還有幾天 我們想知道先 不是 百威 百威 今年 為甚麼 不知道 沒有少人說 還有 很多人都很少人說 就是奧運 所以你覺得可以 是的 還有啤酒是清熱的 都有藥用價值 醫療價值 沒有全部散播錯誤的訊息 不是 啤酒 鬼佬涼茶 沒有聽過嗎 不是 蜜啤酒 是鬼佬涼茶 這些明白的 那你待會不會去喝兩杯 我不是涼的 現在 我是涼的 再喝涼茶出事 鬼佬涼茶 那是奧運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夏天東京奧運會很熱 所以鬼佬涼茶的銷量很好 看看今年的八位可不可以 好 看著八位 另外一隻 就是他們想問三八八 港交所方面 之前大家都說 應該要賣的 應該要賣的 但市跌得急的 你怎麼賣 應該這位要賣的 即現在這位 反而應該要賣出去 不是 不是 這個位理論上 是應該買的 吸入 買是的 買的 但是你有個疫情效應在這裏 就等一等 那疫情效應 除了 我們原本之前覺得 應該要賣的 其實都應該要暫停 停一停 你先看一看 我叫你停 你一定要停 你多少放假 都說你先放假 你看這幾天 那個擴散程度是怎樣 擴散得很大的 我那支槍指著你都不會買的 沒有擴散到的 原來OK 那支槍指著你不買 你都會去買的 那時候下個禮拜開市 你自己會收拾 所以你不可能在這一天跟你說 下個禮拜開市 你買了 你不要買了 你沽了 是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好 那 我要強調三次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那我可以多答一個 沒有可能 如果哪些板塊 當它跌得多的時候 我們是值得去 沒有可能回答你的 這個都是 沒有可能回答你的 沒有可能回答你的 因為跌得多的板塊 一定是受疫情影響得最多的東西 原來疫情很簡單解決了 這些不是升得很快 原來擴散越來越大 就會繼續跌 所以沒有辦法回答你的 好的 無可能回答你的 你要知道 疫情市是很少見的事 是很少很少見的事 所以這麼少見到的事 發生的事 你要走來買落住的話 其實風險會很高 所以你一定要等一等 停一停 等一等 看一看 看定形勢 不能跟你說 一個月後 或者那天股跌到哪裏 你就買了 然後目標價多少 沒有不是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你全部是靠中美貿易戰 講到N那麼久的因素 你都可以隱約找到一個位 但是你的疫情市 什麼叫疫情市 疫情市就是 什麼事都會發生 最壞的有機會發生 沒有事都可以發生 所以你不能猜 很多人都問 會跌到什麼位 反彈 我怎麼知道跌到什麼位 如果你的疫情 每日幾千人 一萬人不斷擴散的話 不是跌幾百點 跌過萬點 那時候 什麼位都不用說 是不是 如果你說到初五的時候 發覺 現在有幾百人中招 初五的時候 也有幾百人 好像沒有人傳人 沒有什麼擴散 升上千多二千點 隨時都會見到 所以 鼠型的部署就是 密切留意 初一字 初四 疫情的最新情況 所以這幾天 你會有很多 國內的傳聞 你信又得 不信又得 那些傳聞是什麼 那裡死了很多個 那裡什麼什麼 然後你見到官方 又澄清了 又反應了 那些人就說 我不信他 我信網上說 你信哪些東西 就很考 很考你的智慧 你有沒有方暴 有沒有隱瞞 當然有 但你信哪些人 當然有 全世界都有 那你信哪些東西 不是 那邊官方說沒事 你在微信那裡見到 那裡全區封了 那裡全街都是屍體 這些有很多的傳聞 很多的 你很難適應 那我們接下來要 暑年再見 那你有沒有隱瞞 你持有的股票 沒有 美團 你持有美團 好 中心沽了 中心沽了 好 今天直播到這裏 那我們暑年再見 拜拜